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在野党主张发现金 但中央坚持要发振兴券 并且在与民进党立愿党团协商后 拍板全民免费领取5倍券 对于将在野党排除在协商之外 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邱成远表达严正抗议 其实这样的一个态度正可以显现出 民进党现在一党独大 不愿意跟在野党沟通 因为反正他们认为他们只要提出来了 到最后就算透过立法院的投票 他们还是占绝对的优势 所以这个对社会的沟通 还有跟在野党的沟通是充分的不足 才会造成非常多 不管说是疫苗之乱纾困之乱 还是说所谓的5倍券之乱 其实这个对一个国家社会安定的一个状态 都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现在行政立法一把抓的部分 这个党意领导民意 国会的监督变成只是一个过场 民众党团副总召高宏安更质疑 政府防疫纾困都做不好 这时间点却要强推振兴券 到底是在急什么 我们在减排休息的数字 已经来到了57000多 已经是创新高 在这样的数字底下 我实在是不懂 政府为什么不先把纾困 这些事情好好的做好 为什么不先把防疫做好 当你今天疫苗的覆盖率 还没有达到我们先前CDC 所定义的65%的目标 那我们先不要讲 其实全球其他国家 已经开始升到80%以上 你就已经开始在振兴 那我不懂的是 民众对于出来的这个信心 安全的这个想法 其实还没有达到一定的一个标准 所以其实他们出来出游的状况 还是没有很高 那这当然我也觉得 在防疫的风险上 确实也没有办法回复到以前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就急着要来振兴 民众党团认为 现在不是振兴的时刻 而是要纾困救急 只有排富发现金 才能真正救到 急需帮助的民众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